每天都有姐妹问我能不能用蜂蜜代替转化糖浆做月饼 今天给你们做出来了啊 现在和的是16个50克月饼皮的配方 碱水也是线条的 1克食用碱加2克或者3克清水都可以 然后混匀 蜂蜜加玉米油然后碱水再混合至完全卤化 然后加中筋面粉混合成没有干粉的面团 在盖上把线模仿冰箱冷藏松弛一个小时 这是昨天视频里面做的哈密瓜线啊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昨天的视频 搓成每个30到35克的圆球 这个是35克一个 然后松弛好的粉团也分成每个20克一个 再搓圆压扁然后包入馅料月饼每天都做 怎么包月饼应该都滚光烂熟了 搓圆之后薄薄的滚一层玉米淀粉 多余的粉末把它拍掉 然后烫入模具脱模 全部处理好之后再放进预热好的烤箱185度 先定型5分钟 上次的云腿月饼用空气炸锅试过了 今天的广式饼皮我也给你们试一下啊 我的空气炸锅是230度温度比较高 所以放进去之前喷了一点水 烤箱里的月饼定型5分钟之后 取出来薄薄的刷一层蛋液 然后再放进烤箱180度烤10到12分钟 空气炸锅的月饼只需要定型2分钟 然后拿出来薄薄的刷一层蛋液 再放进去烤4分钟 4分钟之后拿出来 然后翻个面再烤4分钟 就是前后总共是10分钟 烤月饼只要关注它上色了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是烤箱的 颜色相对会更好看一点 但是口感和味道两种做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哈密瓜馅料真的真的是非常好吃 强烈推荐哦